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胡宇慧 歡迎 胡宇慧 胡宇慧今天發行首帳歌人EP 並和歌迷舉行見面會 EP小手成績一飛沖天 讓胡宇慧超開心 超級興奮的 我起床有把我當成 這個是一個好驚喜 一個最好的禮物 最棒的禮物 因為早上就是 懶懶的啊 就沒有那個精神 一看到這個消息以後 就發現其實真的 因為是經濟公司後來跟我講的 然後看到那個第一名 是那個今天發行的 然後第二名就是我預購版本 覺得非常的感謝所有 所有朋友們為我支持 為我加油 非常感謝 成績這麼好 要不要加碼回饋粉絲一下 加碼 你們說要怎麼加碼 小巨蛋 你們說 小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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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麼決定了 小巨蛋 就是真的有信心 就是可以 站進小巨蛋 有 有信心 因為重點是 小巨蛋要開演唱會 所以明年 今年是EP 明年就是要專輯了 所以應該 那個歌的選擇已經應該夠了 歌量也夠了 我以為今天也和歌迷以期觀賞 和李玉芬合拍的 音樂愛情概念短片最終篇 竟然大爆女神李玉芬很MAN 以為他們五個腿三起唱嗎 愛就是一天 兩天 像大家的健 愛需要一夜 兩夜 越開越選人 中愛每一天都會 站在我們身邊 愛是若抱 每秒 每一輪 還入心 別想回家的天 愛是天 再次合作的話更興奮 因為這次可以演《情侶》 就會更上一層樓的演技 我跟她的部分 所以我也是把她當很好的朋友 因為就是她就是個性很Man 對 所以跟她接近就是沒有什麼距離感 然後什麼都可以聊 那希望下一次還是可以找她 或者就是她拍什麼MV的時候可以找我 沒問題 我以為這次拍MV的尺度好像有點小 都沒有露到 你要多大 你要多大 能多大 你要多大 你要多大 你講 沒有啊 我前陣子不是露背了嗎 為了粉絲手臂都帥 要不要現在露 他們有看到你上我的Facebook 就知道 只有背面 就背面啊 然後還有一些 為什麼前面都沒有 下一次啦 看看 看看有這個機會再說好不好 那胡宇薇自己挑選女朋友時 又有什麼標準呢 胡媽媽 沒有反正就是 只要個性是我喜歡的 然後大家就是能好好的相處的話 那就還無所謂 現場也抽了幸運小粉絲 上台和胡宇薇重演短片橋段 胡宇薇化身暖男 把小妹妹哄得服服貼貼的喔 我覺得 我的臉 就長得比較 小朋友一樣 所以他們就覺得 欸 是同胞 同伴 同伴 所以也知道該怎麼 應付他們啊 該怎麼跟他們玩啊 該怎麼跟他們講話 就不會用碟子這一塊而已 什麼時候想生一個 生一個啊 你告訴我你什麼時候想 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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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一張照片 蹦出來一隻 然後跟我講 採訪報導 一隻 一隻